吉隆坡市中心的东部 有一处小区 地理位置优越 距离室内最好的餐饮和购物场所 只需要几分钟的车程 这里有不超过十层的地楼豪华公寓 还长了很多的古树 你知道是在哪里吗? 有个中文名字叫做无丹花园 它是建立于20世纪的60年代 那在这里呢 就是聚集了接近60家的各国大使馆 也是我们吉隆坡的精英地址 那我上网了就搜索了一下 原来这个名字呢 是取自于1961年到1971年之间 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名字 大家好我是Elly 今天带你来看楼啦 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呢 就是一个独特的高端项目 就位于这个幽蛋区的 那它这个项目呢 只有五层楼高 只有23套 就是一个非常低密度的高端项目 低密度指的就是单位少 每个单位都拥有更大的空间 住户之间的距离更大 给住户带来的是 私密性还有舒适性 建好于2015年 外观设计有优雅的线条 棕色建筑融合了自然元素 散发了大自然的气息 站在门口 门前翠绿大树环绕 泳池悠然其旁 水深潺潺 树叶飘摇 仿佛自身花园 临近美好 哈 回来这里了 那我们现在要进去看看里面的大平层长什么样子吗 Let's go 那从电梯走过来呢 同样的还是照样可以看见外面的景观 就是有自然光线的 因为呢这边类似中庭这样子的 所有的单位呢都可以看出去中间的这个位置 好了现在来到这个单位的门口了 而这个单位呢是3133平方尺的 那我们进来看看咯 首先呢在门口进来这一边就有这个区分的 可以看见这个木质地板 还有这个大理石地砖 那这一边呢就是我们大家说的一个落层区 就是这一边呢大家可以把这个鞋子收起来 然后这一边放一些索碎的物件这样子 OK好 那左边的这一边呢就是它的厨房位置 等一下我们再过来这里细细的观赏 那我们现在进来客厅的位置先咯 好了这个单位呢现在已经装饰得非常漂亮了 就是跑的是这个奶油风 OK很法式奶油风 有点浪漫温馨的感觉对不对 那在这一边呢是我们的饭厅位置咯 大家要放一个圆形的十人桌也是可以 要不然呢就是长形桌 放一个八人或十人的餐桌也没有问题 那餐桌的旁边这个位置呢 就可以走出来这个阳台了 OK那么站在这个阳台呢看出去 这个单位呢是在四楼的位置哦 我们站在这边看出去也是觉得那个视野是很开阔的 因为这一区呢都是矮楼嘛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清清绿绿的大树这样子 所以就在这种我们说很接地气的房子也是蛮舒服的 好了那餐桌的旁边那一边呢就是一个干厨房的位置 对大家可以看见这边有个中导 而且是长形的一个 那在这里呢我可以看见这边有蛮多的抽屉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做很多的这个准备 就是什么烘焙啊烹饪的准备啊这样子 那同时呢站在这里哦也可以跟家人沟通 也顺便一起看电视 OK好那再组过来这里呢可以看见就是我们那些家电设备的位置了 那冰箱啊还有这个收纳空间呢都在这里 而这边还有一个就是电磁炉 这样的话我们看这边有什么 哦对这个就是泡的肉 那如果你有客人的话呢他们可以使用这个卫生间 OK好了这个是干厨房的部分 而我们的私厨房也就是说这个中式厨房哦就在这里 它就是另外一个空间的 那如果大家把这个门打关起来 对不对 基本上呢在里面啊你煮炒的时候那些油烟啊就不会跑去我们的家里面了 而这个位置呢其实是蛮大的 所以如果你们是喜欢煮食的话呢 这边是有很多很多的位置了 这边甚至还可以放多一个桌子又或者是多一个冰箱啊之类的哦 再把这个门打开 基本上你的这个厨房的部分哦空气也是蛮流通的 也是可以放你的洗衣机啊烘衣机之类的 所以你的衣物处理呢也是在这里 那在这边如果大家是有请一个帮用的话呢 这边是有一个帮用的房间的 而在里面呢还有他自己的浴室 那我们再往前走呢就是这一个 哇方方正正四四方方非常宽敞的客厅位置啦 好那在前方的这个客厅位置呢 嗯是真的非常舒服的 因为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就是可以放一个很大套的一个沙发 然后大家可以放一个百多寸的电视也没有问题 那今天呢是刚好有带到这个测量器 因为呢我就知道这个单位哦 他客厅就是非常的宽 所以我想要在这边就是量一下 OK你看就是接近28尺的了 18尺的 18尺 28尺长然后18尺宽 所以基本上这个位置哦就是有接近500方尺那么宽了 那我们在客厅旁边这一边呢也是有这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视野 因为它就整片呢都是这一个玻璃窗这样子的 那在客厅的另外一边呢就是有1234个房间了 那每个房间呢都是有自己的浴室的 也就是说它们是套房 OK好先来看看这一个 好了房间一进来呢也是这个木制地板 然后就是自己的浴室 OK那么再往前走呢 对这边有衣橱 哦蛮多的就是1234门啊 然后进来这一边就是你的房间啦 诶这个房间呢有一个漂亮的地方就是这边还有一个窗台哦 OK所以在这边可以放一些就是摆设品 那么再往前走呢就是另外一个房间了 好我们先看这一个 好那在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呢 其实这边有一些位置的 大家可以做一个衣橱在这一边 OK那也是有自己的浴室 那在这一边呢当然你就是自己放自己的窗啦 OK那这个房间呢它是有更多的这一个阳台空间啦 对因为呢这边可以有个推拉门推出去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房间自己的阳台啦 一个小阳台这样子哦 好啦那我们还有多一个房间在这一边 在我身后呢是主人房 我们等一下再过来 好啦我们看看这个房间咯 诶这个房间它又有点不一样哦 就是诶你这边有一个位置哦 好像布鲁式的衣帽间这样子 这边放一个厨嘛 然后这边进来你的浴室 啊OK 所以你的马桶这个 OK你的空气很流通耶 OK这个房间也是很不错的 就是有窗口啊 还有多两个这个落地玻璃窗这样子 所以你的整个房间呢都很光亮的 嗯 那我们现在过来主人房啦 好啦进来主人房这一边呢 立刻哦在这一边就是你的布鲁式的衣橱 我们先不过去 我们看一下它的卧床位置 哇很奶油风的房间哦 左边的这个方向呢就是一个小阳台啦 属于主人房自己的一个阳台 跟你的客厅一样的朝向的 好了那我们去看一下啊 这个衣帽间嘛 OK在这边呢就是全玻璃式的这个镜子的衣橱 那么再往前走这边 可以放更多自己的这一个啊 什么包包啊或者是自己的收藏品之类的 这个空间是蛮多的 然后呢它的浴室 哦好高贵哦 黑跟白的这个大理石相配 就白色然后带有纹路的墙砖 然后地板也是黑色大理石这样子哦 就很有酒店的感觉 那这个空间呢是非常大的 那进来这里这边呢 哇这个区域你看这边 好像感觉有点不一样哦 一进来这边哇准备要领域了 OK好这边是湛浴室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浴缸啦 然后浴缸呢也是有一个窗口可以看出去 那么当然这边不是海边 所以建议大家记得把这个窗帘拉上 啊对了就在这边呢 也要补充一下这个项目简介 而这个项目呢就叫做Nine Mij 它是位于Jalan Mij大使馆区 那这个项目呢它是属于 Freehold的永久产权 而在这里呢大部分的户型就是 1800多到4200多平方尺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平城啦 这好像刚刚大家所看见的 而项目占地呢是0.77英亩 而这里呢就只有23套 每一个单位呢都带有三个车位 而这里的设计主要呢就是以中庭为中心点 然后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社区 所以大家可以住得很舒服 很私密性的很高隐私的这一种 那么在这里呢唯一要留意的一样东西 就是它的管理费 因为呢它的管理费呢就是 每平方尺0.95 也就是说接近马币一元每平方尺 那这一套呢是3100多平方尺 也就是说你的管理费是3000多的 那3000多的管理费是什么概念呢 到底值不值得 那我们这么说吧 就把它当成你请了两个工人 其中一位帮你打理花园 对对花草树木 另外一位呢就是你的保安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那个工艺设施 这里的设施楼层呢就在底楼 这里有烧烤区 健身房 潜水池 泳池 sona 远景 花园 跟一般的高楼公寓不一样哦 这一边没有高空的景观 不过就是可以看见清清绿绿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价钱哦 那我们周边的这一区大平城的话呢 平均都是马币1100多一点哦 每平方尺 那这一个呢也是一样 1100每平方尺 那刚刚那一套呢 它就是装修了啊 所以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呢 它是马币366万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刚刚那个单位 又或者是这边的大平城的 市场价格 有什么房源之类的话呢 欢迎联络我的这个电话号码 我或者是我团队呢 可以带你过来这里参观 那同时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 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拜拜 中文名字叫做无丹花园 OK呢 诶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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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好啦 现在来到这个大卫的门口了 那这一套 等一下 好 脱鞋 诶诶这个房间 蛮特别的诶 这个是主人房来的是吗 我可以 哦是是是 我觉得这个四月原来有趣很漂亮 要不要在这边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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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